大家好 我是孫韻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有四個字 有兩個話題 先講講港股的情況 今天港股低開 不過其後很快反過來升 升超過百點 不過其後又回軟 最後全日跌 跌86點 收2907 成交多了1388億 今天的市場回軟 類似三種油 包括這個 883中海油跌1.6% 騰訊今天也是回軟 不過早段的市場上升 就靠騰訊向好拉上去 不過其後騰訊高位都要回軟 回軟1.4% 另一個市場就要高位掉頭回軟 跌了86點 好了 講完市的情況 講回點題的四個字 有兩個話題 今天講哪兩個話題 第一個當然不能不講 就是月文 月文上市 萬眾期待上市 因為超額營購又倍數多 六百多倍 凍結資金超過五千億 暗盤非常厲害 昨天暗盤價不斷扯上去 今天終於上市 也是表現不錯 一度升過成倍 不過其後升幅 稍為收窄 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 特別是拿了股 今天未放 成功抽中的未放 後市怎樣看 或者怎樣部署 這就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我初步看法 起碼從技術上來講 今天月文上升的照片 回落 看五分鐘圖 形成一個平底三角形 上下的情況 平底三角形 意思就是 低位是比較接近 但高位是不斷下跌 意思就是 月蛋的力度就越低 所謂偏淡一點 所以 抽到月文的朋友 如果還未沽的話 可以看著 平底三角形的底部支持 這個底部支持 是99.95元 大概200元 如果穿了100元 小心 這個偏淡一點 平底三角形 就會成立 會再調整多一點 我們把這機會 如果指賺位 放在100元左右 如果穿了 可能要先吃壺 再等 調整完再後低玩過去 這個就是話題之一 話題之二 就是延續昨天的話題 是不是要見三萬呢 今天市場回到少少下來 見三萬 昨天說了兩個情況 第一 中長線見三萬的機會大不大 第二 是不是很快速上三萬呢 看完今天的情況 應該很快速上三萬 這個情況 應該發生的機會比較低 可以從不同的版塊去講 首先 說昨天提到 比較可能令人擔憂 就是三桶油 就是石油這個辦法 昨天說 它這樣升上去 其實有點古怪 因為沙特亂局 當然對油價有利 但如果沙特再亂下去 至於再惡化 那對整個股市都是不利 所以這樣升上去 第一 有些古怪 第二 不會持久的 結果今天 你看到三桶油都變一般 看到中海油 剛剛提到的跌1.6% 一支大陰燭 與此同時 你看到中石油的走勢 都是差勁的 出了穿頭破腳走勢 要回 所以從三桶油來講 應該回 昨天提到三個板塊 對市推動更大 這個板塊 是令市回的機會大 第二個板塊是甚麼呢 就是講 騰訊 騰訊 也是有些軟的勢頭破 1.4% 今天做高位 逼近400元之後 回軟 高位出現陀螺 技術上 很淡增持 開始加劇 之前 好油就贏了 現在開始淡油已經有反撲能力 從技術上來講 他都是要回一回 至於平保 或者保險 內險 亦都是出現類似情況 看到平保 技術上都是軟軟的 都是有 穿頭破腳的情況 顯示高位就有沽壓開始增加 調整壓力就開始上升 從這個角度講 整個市 回整或者調整的機會 是大的 就是大聲 衝上3萬 機會是下降了 特別是 看著這個 這個前浪頂支持 就在28,800 大概 如果穿了這位 就顯示 又要穿一穿後 又調整 類似近這幾個月 差不多 穿了位之後 它不是下 而是 慢慢慢慢 調整 消化菇 才會再來 如果穿了28,800 相信 又會繼續 這個狀態 穿位之後 整整 換言之 就 衝上3萬 機會 但是 中長線 上3萬 機會是否大 仍然在 至少 從騰訊 仍然有很多 好消息支持 包括北水 不斷吸納 進去 業績下 下星期又會來 相信會繼續好 加上 分拆 是不斷來的 所以 像騰訊 仍然有很多好消息支持 股價相信 中長線的上升動力 仍然在 所以中長線上3萬 仍然機會大 好 時間關係 今天會帶著這麼多 多謝大家